新闻夜线聚焦一天要闻 我是主播起歌 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月8号起 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将优化 今天香港公布与内地通关首阶段安排 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 800公里以上降至80元 今年航天科技集团计划安排超50次宇宙发射任务 并开展嫦娥7号 天问2号等型号研制工作 国际方面 美国多地新年第一周遭遇新一轮冬季风暴 加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新闻夜线正在播出 党的20大报告提出 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面对新形式新挑战 广东正积极从消费场景创新 消费条件改善 居民收入增长等方面精准发力 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着力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春节将近 国际购物节 网上年货节 跨年欢乐购 广州线上线下多彩的促销活动 不仅升温了市场 也提振着市民消费的信心 元旦假期 广州全市接待市民游客272.17万人次 文旅行业收入超过20亿元 据外卖平台数据显示 元旦首日 广州餐饮线上交易额大幅上涨 元旦三天 线上消费累计近2亿元 还有电子 有小吃 还有鲜花之类的 品种挺丰富的 趁着这个元旦节 然后我们第三天 现在初步的统计 已经卖到了6000箱 把城市里面优质的年货 用相对低廉的价格 以及次大的这种配送的高效率 让城乡的所有的市民都能享受到 相对均等的这种服务 让内需释放新活力 创新消费场景是先手期 老字号体验中心 变形金刚展 年货创意集市 记者走访广州市 北京路 天河路等商圈时发现 各类新型消费场景强势吸粉 会结合传统文化的一些国风元素为载体 然后利用元宇宙黑科技 数字艺术 AR等交互等手段把握沉浸式的这么一个概念 以更加丰富表现形式 打造我们全国首个元宇宙概念新年 消费马车跑得欢 改善消费条件是关键 近年来 广东坚持消费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手抓 积极完善城乡融合消费网络 全面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在深圳市保安区燕罗街道 就成立了11个社区商圈消费者权益服务站 实现了社区消费者权益服务站全覆盖 持续增强消费能力 增加居民收入是活水之源 2022年以来 广东高水平谋划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以系列应招十招 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在赵庆市广宁县滨亨镇 当地打造了一个集旅游观光培训学习的综合基地 进一步拓宽了村民的致富增收渠道 为农户年均收入增加2.88万元 以数字消费为找利点 以新品牌新叶炭为发利点 把我们的制造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 我们的宇游优势也转化成商与文融合的这些 消费优势从而使我们的内需 使我们的这个循环真正畅通起来 数据显示 2022年1到11月 广东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万亿元 同比增长1.8% 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 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13.5% 接下来 广东将扎实推进五外联动 拉动新消费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春节是传统的消费旺季 在深圳不少餐厅的客流明显回升 商家们也积极照工 备战春节的消费高峰 在深圳一家餐厅门口 记者看到不少人正在排队等候用餐 餐厅负责人告诉记者 最近一段时间 前来就餐的顾客多了起来 元旦当天晚上就有300多桌线上排队 日均营业额较平时相比提高了接近一倍 晚上的话是相对比较多的 特别是在跨年压 可能又排到300多桌这样 还是很可观的 深圳的另外一家火锅店 里面也坐满了顾客 店长表示 这几天生意十分火爆 客流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我们这两天是从5点半就开始抖坐了 然后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半 不少市民表示 随着疫情防空政策优化 他们都想和家人朋友聚聚 因此外出就餐的频次也多了起来 今天这里那么火爆 我们都昨天专门打电话预定的 当然很开心 跟全家人一起能出来走一走 在深圳一家餐厅门口 元旦正在整理准备送给顾客的兔年礼品 他告诉记者 除了为顾客备好礼品之外 他们最近都在招聘新员工 提前为春节这个客流量高峰期做好准备 人员的话我们会多招聘一些假期工 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意是在逐步的回暖 也相信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比之前的那几个月 就半年的时间会更好一些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不少人已经开始置办起了年货 各大商超人气看涨 村里的大吉也是热闹了起来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感受越来越浓的年味 年味就在大吉热闹的吆喝声中 位于山东济南的柳布大吉上 冰糖葫芦 烤肉 炸货等食品一应俱全 走在热闹的集市上还能品味着各色美食 既有香甜的烤红薯和新鲜蔬果 也有热气腾腾的红枣年糕 还有现炸现做的芝麻散子 小米茶汤等当地特色美食 让人垂涎欲滴 年味还在红红火火的春莲和福字贴中 在江苏扬州某大型超市 前来采购年货的市民熙熙攘攘 金兔 福兔 玉兔等兔元素服贴 窗花 灯笼 吸引了不少人选购 小兔子的玩偶啊 然后一些就是过年用的东西 让小朋友来感受一下 就是兔年的这个浓浓的年味 开心 销售人员介绍 这两天市场人气升温 年味也逐渐浓了起来 一些年俗用品更是供不应求 服贴 还有窗花 还有挂在家里面石漆龙 石漆龙的那个灯笼 还有这边的中国节 都来的节上货的 记者注意到江苏扬州各大商超 相继推出严货折扣讨餐 水果 生鲜等都有不同幅度的优惠活动 市民购物车内的年货摆放的满满当当 我相信就是老百姓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春节临近又到了黄金消费的旺季 日前记者走访北京的商场看到 黄金柜台前人气十足 新鲜出炉的兔年生肖饰品热销 日前 一商场门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大部分兔年生肖饰品皆已售清 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市民也走出家门 黄金消费市场也逐渐回暖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近期不仅进店客流量变大 商品销量也有明显提高 仅拓年生肖转运株类产品 元旦期间就销售超半件 就是元旦期间呢 就是单日进厂的客流最高突破了一万人 那我们看到就是环比上一周 元旦整体进店的客流环比增长了两倍 就是过本明年然后想给母亲买一个金饰 然后希望来年比较顺利一些吧 今天买了一个那个兔子 因为明年是兔年嘛 特意买了一个 嫦娥奔月嘛 也是那个也有那个什么 就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嘛 所以觉得给自己买一个 觉得也挺开心的 周女儿买了一个小福珠 也是希望她明年平平安安的 小平安猪 今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 关于优化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措施的通知 自2023年1月8号起实施 今天下午香港客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公布香港与内地通关首阶段的具体安排 根据通知 1月8号起不再对香港入境人员实施全员合算检测 同时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香港签注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介绍 1月8号起将实施首阶段通关 每日允许最多6万名香港人 从海陆空不同口岸过关进入内地 其中陆陆口岸为 洛马州福田口岸 深圳湾口岸和文锦渡口岸 每日单项限额分别为3万5千人 1万人和5千人 共5万个名额 来往两地的人士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 香港知名经陆陆口岸进入内地时 需要在政府网上预约系统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先获取通关名额 预约系统5号下午6时上线 本次首阶段通关方案 还包括香港国际机场 港澳码头 中港客运码头和港中澳大桥口岸 等4个出入境口岸 在使用以上口岸出入境香港时 不需要网上预约获取名额 只需凭借所购车票 船票 飞机票等票据 即可办理出入境手续 但自驾人士经港中澳大桥口岸来往两地时 司机和乘客仍需在网上进行名额预约 再来看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 从今天开始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 1月5号零时起 国内航班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下调 新的收取标准为 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 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 800公里以上航段 每位成人旅客收取80元 这是2022年8月以来 燃油附加费第三次下调 此前 国内800公里以上和以下航段 每位成人旅客的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分别为120元和60元 燃油附加费下调之后 800公里以下航段和800公里以上航段 成人旅客分别省20元和40元 婴儿旅客免收 儿童革命伤残军人 因公制残人民警察 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即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 每航段收费标准为每人20元 800公里以上每航段收费标准为每人40元 春运临近 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 进一步降低出行成本 有望吸引更多长线旅行者 选择达成民航客机出行 根据多家航空公司的通告 燃油附加费以原始出票日期的金额为准 2023年1月5号前 不含1月5号出票的客票 若换开到2023年1月5号 含1月5号之后 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 作为东莞市儿童微重症就职中心 近期东莞市儿童医院全院128张重症床位 已经全部收满 目前全院所有力量 已经向重症倾斜 全力以赴 迎战重症高峰 这段时间 东莞市儿童医院的医护们 24小时轮守病房 密切关注着每一个患儿的情况 来 握下阿姨的手 握下阿姨的手 用力 用力 再用力 动一下 动一下 伸一下手指 自己动一下 自己动一下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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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院四天前 这个12岁的女孩出现了发热 胸闷 气促 乏力 检查诊断为新冠感染后 又出现了急性心肌炎 心圆性休克等症状 当天就马上给她上了体外膜肺 目前来说整体新功能恢复得很好 但是因为原来休克的问题 加上感染的问题 现在是脑功能有点受影响 正在康复接荡 在重症监护室 还是有不少重症患儿 这个出生才二十几天的孩子小乐 双侧白费 在上了各种抢救药物和设备后 仍未脱离危险 因为她年龄特别小 特别小 肺功能特别差 然后又合并了肺动脉高压 就是她出了肺实质的问题 她还有肺血管的问题 所以特别难 医生也提醒 新生儿微重症不一定都有高热 可能表现为精神差 不哭 不吃 尿少 口唇清紫或皮肤出现大理石花纹 我们NICU最多的时候 收了79个孩子 里边有多一半都是新冠的孩子 很多小孩来了就是休克的 天天都在抢救 到目前为止 出院了已经有一百多个了 还有几个非常危重的 还在上呼吸机 目前东莞市儿童医院 正将所有力量向重症倾斜 全力迎战重症高峰 记者从航天科技集团了解到 今年航天科技集团 计划安排50多次宇航发射任务 并开展嫦娥7号 天文2号等重大工程的 型号研制工作 今年航天科技集团 计划安排超50次宇航发射任务 全面推进探阅工程四期 和行星探测工程 开展嫦娥7号 天文2号等型号研制工作 完成长征6号秉运载火箭首飞 同时 今年载人空间站工程 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模式 2022年 航天科技集团成功实施了 六次空间站建造发射任务 和两次飞船返回任务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发射次数首次突破50次 创造了航天发射和型号飞行试验 连续成功的新记录 在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洒入中国空间站的时候 神州15号乘组三位航天员 记录下了这壮观的一刻 祝福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 明天更加美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是神州15号航天员 费俊龙 这是在中国空间站 拍到的日出的美好瞬间 2023年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明天更加美好 祝祖国人民生活安康 幸福快乐 祖国以苍穹通高 天宫会日月 征徽 我们在中国的空间站 迎日出 迎原站 祝我们的祖国 越来越富强 祝福我们的人民 越来越幸福 2023年的第一缕阳光 从太空照进中国空间站 也照进祖国的大江南北 当中国空间站一次次 经过祖国的上空 我一次次深情地眺望 一次次在心里大声地说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地波滚滚的南海 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 好 看过太空的美景 我们再来看一看身边的美景 随着冬季气温越来越冷 广东多地的红叶 都进入了观赏期 其中在赵庆的七星岩 落雨山红尘一片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前来拍照打卡 笔挺的落雨山林 身披红装 在赵庆七星岩景区的 湖水衬托下愈发迷人 记者行走在落雨山林中的 林间小桥 仿佛身处红色画卷中一样 现场有不少市民和游客 都带着家人过来拍照留念 来到这里让我心情澎湃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广东 其实真的很多美景 落雨山枝叶茂盛 春夏两季 夜色清脆 秋冬两季逐渐转为暗红 不同季节形成不同的景观效果 现在的话落雨山在我们的景区 估计有两千多株 现在在十二月份 一月份的时候 落雨山它叶子会逐渐 一个变狂的过程 然后变红 就在远处看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色 要根据每天天气的原因 它越冷的快 它就越红的快 就是它会交出它的落叶 近日在潮州一溪镇贵坑村的枫叶红了 在贵坑村枫岛公园 一颗颗枫枫树笔直挺立 或橙黄或红艳的叶子 随风摇曳 绚烂多彩 风岛公园占地近八千平方米 有多棵百年枫树 这几年又新栽了四十多棵小枫树 并打造了枫香桥 卵石步道 观景平台等多处景点 让美丽乡村增添一个休闲赏景的好去处 我们村里为了保护这些枫树 有专门组织的人来处理树上的这些 寄生还有树下的除草 还有就专门来工程来救水 希望来参观游览的游客 要注意这里的卫生 还有保护这里的枫树 因为这里的枫树都是一百多年以上的树林 都是来之不易 近日 新疆各地的滑雪场一片沸腾 不少地方举办了堆雪人 雪地足球赛等独具特色的冬季旅游活动 在新疆伊犁州昭苏县滑雪场 家长和孩子们用铁锹 铲子等工具做雏形 用帽子 手套 瓶盖 胡萝卜等物品装饰雪人 参与其中的成员们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堆出了心目中的雪人造型 体验到了冰雪的魅力与乐趣 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表现出更好的传艺 在冰雪中感受快乐 在新疆河田地区墨浴县 首届五人制雪地足球赛事活动正在开赛 来自河田地区的19支代表队在比赛中激烈角逐 赛场上运动员们丝毫不惧严寒 在雪地上奋力拼搏 精彩的控球 激烈的拼抢 足球场上不时掀起层层雪浪 运动员们充分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 好 来看国际方面 美国多地新年第一周遭遇了新一轮的冬季风暴 当地时间1月4号 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发布公告 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以更好的应对冬季风暴 公告称 允许加州动员国民警卫队协助救灾 并在必要时获得联邦公路管理局的援助 以快速应对山洪 雪崩和泥石流等灾害 公告还警告称 居民应尽量避免在4号晚间至5号早上驾驶出行 公告发布之际 加州正在准备迎接新一轮冬季风暴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该州未来几天 会出现暴雨和洪水 4号晚至5号早间 加州北部阵风最高可达每小时约88.5公里 加州南部的降雨将持续至5号晚间 同时洪水预警或将持续至本周末 好 接着来看 据路透社的报道 当地时间4号 在美国犹他州南部伊诺克城的一户民宅内 警方发现8人死于枪击 报道称 死者包括三名成年人和五名儿童 为同一家庭的成员 当地官员表示 枪击事件不会对公众造成持续威胁 并强调没有嫌疑人再逃 据了解 警方是在对这户民宅进行检查时 发现了受害者 案件具体细节目前尚未公布 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全球最大消费技术产业生会之一的 美国消费电子展定于当地时间5号 在拉斯维加斯正式开幕 今年展会将全面恢复正常 在主办方4号对媒体开放的展出中 参展商争相展出各自的新产品和新设计 此前受疫情影响 2021年的美国消费电子展采取虚拟方式举行 2022年则采取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但参观人数大为减少 这次展会全面回归 组织者希望能吸引超过10万人参与 刚刚过去的2022年曾被称作元宇宙元年 许多人都认为虚拟现实技术将引领互联网未来发展 脸书母公司元更是在这一领域频频发力 推出了多种型号的虚拟现实装备 试图快速打造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 不过从目前来看 虽然市场上各种型号的虚拟头盔 虚拟眼镜等设备 你方唱罢我登场 但形成一个完全虚拟的元宇宙还为时尚早 另一方面 经历了长时间的疫情后 人们对自身的健康越来越重视 在这次展前活动中 可以看到很多融合了新科技的健康设备 比如止鼾枕头 能分析尿液的马桶等 当你开始鸟 这次进行鸟 这次进行鸟的系统会证明鸟 所以有四个水平在里面的鸟 它会晒得到你的头上 然后这样子会开吹到你的鸟 所以你能停止鸟 美国消费电子展 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 将有来自全球 173个国家和地区的 3200多家企业 参加本届消费电子展 我再来看 当地时间1月4号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前 球王贝利大道正式揭幕 以纪念这位巴西足球的传奇人物 马拉卡纳体育场 是巴西最著名的体育场馆之一 这座体育场 见证了很多历史性的时刻 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便是球王贝利 在这里打进了他职业生涯中的 第一千里进球 当天一些巴西球迷也来到 揭幕仪式现场向这位带领巴西足球 走向世界的传奇人物 表达深切的敬意 好 前晚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想获取更多的新鲜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新闻夜线的出电号 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明晚同一时间